今天我們要來換這個瑪島 看一下對下角 OK 電波瑪島 也就是我們的ED 第一 俗名可以不用管 好 那我們怎麼換呢 因為這個算是養過的第二代 剛來的時候大概只有四隻吧 兩對的樣子 我也忘記我當時買幾隻了 但最近成體的狀況都還不錯 中間有賣出一些 那我們把他抓到另一個 把他抓到另一邊 那順便說一下瑪島怎麼養 瑪島 大部分養坊都差不多 就是 底部的話其實看你要不要放電材 有時候 我是會放電材 因為那個 大便的味道 太多的話會 蠻臭的 然後再放一些水源 你也可以用果凍 但果凍有時候會有螞蟻 所以我就沒有用果凍 喔 有誘體喔 哇 這是第三代了 看到沒有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這柚體喔 很小一隻 那基本上 B屬的是都蠻好養的 麻島啊 麻島這裡都蠻好養的 不要 太誇張的話 基本上 都可以養 好 這裡先開一下 先把那個 OK 整理完拿去 清洗過一遍喔 那 電材 我會用什麼 電材我會用這個 發酵墓穴 發酵墓穴 發酵墓穴就很夠用 基本上 像是 養 T屬的 也是你們 常看到多米諾或是 問號蟑螂 還有橘斑的多米諾 用這個很好養 幾乎 甚至有些 你不用餵他 他只是要吃這個 他都可以活 所以我會用這個 那 麻島是還好 麻島你也可以選擇用野土 所以 看個人啊 那 這個的話 有一點要注意就是 我會用 防蟲箱養 因為 用發酵墓穴養 會有個很大問題 就是他很容易長出那個 木鈉吧 對他就一直飛來飛去 那你會覺得很煩 你如果用一般的整理箱 一般整理箱也是有個缺點就是 有些你整理箱 這種 像是這種縫隙有沒有 他沒有蓋好 也不是說沒有蓋好 他設計沒有說到非常緊 你的誘體就會全部跑出來 我之前養那個 我找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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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節馬島 那萬聖節馬島 那時候 拿到了 也是差不多 幾隊吧 兩三隊吧 那 他 有生了一批 大概 跟現在下面這個 一樣多的 柚體 但是 都跑光了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成體 給你們看一下 他現在有生 現在看到這個成體有沒有 就是當時候 剩下來的 好像只剩下 只剩下幾隻而已 那你看他現在 新生 新生出來了 這應該算是第三代了 我拿到後的第三代 也是最近才剛出生的 所以我建議的話 馬島可以用這種樣 因為用這個的話 比較不會 讓他跑出來 管理也比較 也比較好看 用一般的 整理箱養的話 會 看不太出來 他裡面在幹嘛 好 OK OK 那 基本上子 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這個土不是為了給他們鑽 他們好像 他們不太 也不太會鑽土 說真的 有些人是 剛才前面有講過 有些人不會用 不會用土養 但是我會用 因為 你有土的話 比較不會 比較 看起來 清洗一洗 還會比較方便 因為 你沒有土的話 他的排泄物會直接黏在下面 所以 我會用土 但不會用太多 硬一點點就好了 就是蓋住那個 給他做個隔離 這樣清洗起來比較方便 那 這個時候就放水 那水的話 其實看個人 你可以用果凍 但是 我之前也是用果凍 那我就已經搬家 然後 搬到這裡來之後 用果凍會長一堆螞蟻 所以我就改用水 那 用水 直接用水的話 好處是 你不用 你不用花太多錢 因為 一個水也才 這個 這個也才10塊15塊 然後 你就自己換水就好了 你用果凍的話 那 浪費 那個浪費 很多 活動的錢 那我們就 把它抓進來吧 不知道新的有幾隻 因為有些都 躲在 有些可能都躲在裡面的 對啊 小隻的黑色的也有很多 在裡面 有些都躲在裡面 就 有些都躲在裡面 有些都躲在裡面 都躲在裡面 你會把 現在 有些都躲在裡面 那 有些都躲在裡面 有些都躲在裡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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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 記得 那 那 那 OK 那食物的方面 食物的話你可能可以餵鳥飼料 就是鳥飼料或雞飼料 但是 可以的話盡量做個隔離 就是比如說你用個 果凍的盒子阿 把飼料穿在裡面 或是買個那個果凍台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長滿 如果長滿的話是比較麻煩的 是就要再換一次土 你可能土才剛換沒肚子就會長滿的話 那就要再換土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如果有疑問的話可以在下面跟我講 然後拍一下 這個品種雖然不是很大 跟那個 跟我們的 萬聖節瑪島是同個屬 一屬大概有四種吧 還是三種 比較常見 那他們算是蠻好繁殖的 也 升的也蠻快的 OK 那我之後也會在我的部落格再更新 謝謝啦 掰掰